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您一场疯狂的比赛 因为一个疯狂的选手即将出场 这是一场昆仑决的超级战 男子65公斤级的自由搏击大战 昆仑决战 超级战 三回合击击击 男子65kg 有请蓝房选手 他来自葡萄牙 In the blue corner from Portugal Introducing Antonio Fritas 红房选手 就是我说的那位非常疯狂的选手 对于他来讲 这位新秀 他获胜的方式不是点数 不是KO 而是以非常张扬和疯狂的方式 KO对手才算获胜 有请红房选手 来自库仑决 成都训练基地 疯狂的小黑 临枪棒 本场比赛 蓝房选手 今年28岁 来自葡萄牙 职业战绩35战 28胜7负 曾经7次KO对手获胜 Para Cantro Azur Do Portugal 欢迎订阅 Fritas Antonio 红房选手 疯狂的小黑 20岁 身高1米72 职业战绩 14战全胜 昆仑爵 五战五胜 四场 以强势的方式 KO对手获胜 他代表 昆仑爵 成都基地 奥运冠军 蔡良禅的禅之队 掌声 欢迎我们的疯狂的小黑 林强邦 有请场上裁判 庞洪涛 HELLO HELLO CONNER HELLO HELLO COLIN 5K BOSING 3-1-3 MINUTES No hairball No airball No clenching OK Ready Ready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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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待会儿 对观众人员有很深的印象 性格在擂台上比较张扬 而且打法比较勇猛风坡 对 今天也是啊 就是粗产一头红发 这个服装啊 也比较有个性 对 习惯了对自己的这种包装 这是一件好现象 是 其实比赛 除了我们技术跟心理的较量 更多的是把自己 一些性格 展现在擂台之上 对 这个动作小动作也很快 林前方接腿以后 马上自己打出一个后手 马上倒地 对 低扫 再次低扫 前手 漂亮 刚刚的那个前手摆拳明显的有用啊 看到安东尼奥腿下有点发飘啊 哦 一个原地的跳机啊 小黑的这个动作很夸张很大 对 这次比赛林前方也加强了后腿的这种低扫 我们看对于他的对手 安东尼奥弗里坦斯来说 我们看他这个身形啊 确实实以低扫 重度的低扫 这个打法是正确的 对 他的腿比较瘦肉 瘦长型的腿 对 其实安东尼奥在拳法上的速度 要高于林前方啊 但是林前方整个的身体的节奏的速度 要高于他 是的 而且我们看林前方这个步伐的移动啊 相对的临活丰富 对 漂亮 后手的这个轮摆的 上钩拳还有 低扫 整套的组合拳下来 还知道自己加一个明显的低扫 这个战术意识非常清晰 而且这个得手之后这种联系追击啊 这种意念很好 不错 不错 疯狂的想黑啊 就是也是乱中有戏啊 对 虽然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夸张 但是都是经过这个精心这个目的性的 对 精心设计的 对 安东尼奥现在有点缓过来了 刚刚的林前方几次中击啊 确实这个造成了压力啊 而且上来这种疯狂的这种连帆的进攻啊 对 让这个安东尼奥有点不适应 对 这样的这个直接扫踢 就对安东尼奥来说就已经有一所防备了 对 第一局进入尾声 走 好 第一局比赛结束 在第一局的时候 小黑啊 疯狂的小黑延续了他以前自己的这种风格 也展现了这种疯狂的进攻欲望 对 确实是像这样节奏的选手 一般的对手啊就是很难上来以后习惯 很难适应 对 很难适应 几次这个大幅度包括这个大力量的这个动作输出啊 包括身体的这个进攻 对 会让对手感觉到这有一丝丝的这些摸不着底 对 后手拳 但是对于这个林强帮小黑来说呢 我们看第一局打到后半段 明显的安东尼奥有一些适应 对 对于林强帮的一些进攻方式啊 也可以做到一些很合理的一些防守啊 对 这个就是需要让选手尽快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然后呢 适应对手 适应在各的擂台上的变化 是的 从这个动作打击力度和杀伤力来讲 林强帮还是占一定优势 但是从进攻方式来说 我个人认为不要像第一局那么直接就进攻了 对 要懂得变化一些 而且可以做一些假动作和一些轻重结合的铺垫 对 漂亮 这个是安东尼奥有世界重心的一个滑岛 安东尼奥其实的后组分也很可惜 小黑在这个进攻非常占优势的情况下 一定要这个把让自己的进攻的这个动作更加精确 好 追求更多的准确性啊 安东尼奥的拳也很快的 而且后手拳的落点很准 是的 好 人许的上钩 一 二 三 但是由于距离不够啊 这个力量被堵在了身体上 小心 小心 但是 啊 安东尼奥现在有点缓过来啊 好漂亮 小黑在进攻方上还是要做一些铺垫 直接 哦 小金在分开的这个时候 也要对自己做好保护 因为安东尼奥这身材比例要起高 非常方便 非常轻松 所以特别在双方互相拼拳的时候 会忽略对这个腿法对头部的攻击啊 不要 一 飞 一 飞 一 手笼 手笼 现在是 一 那踩的适应的这个节奏了 而且想办法也有点诱尼压制了 这个 这个 这些人帮的后手打不太直接了 对 在明显感受到对手对今天的进攻的动作和路线 有所防备的情况下 应该再稍稍做一些改变 漂亮 你要这个抗击打心也非常不错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 刚刚那个后手挺重 而且明显打到下巴 这也是因为林强帮的每一次竞争 包括打到现在的整个竞争率上 太明显 暴露定律的暴露太明显 安东尼奥在防守上 实际会出一个紧张的状态 即使小黑的一些动作很清晰命中 可能作为安东尼奥 我的防守也在加强 可能小黑的情况过舒服上 而且受到一些很明显 在你不能够快速结束对手的时候 一定要马上做一个 准备好长期作战的一个战术 和体能的一个分配 对 其实是 第一局也好 第二局也好 林天帮给对手的投过 造成继续的重击 但是对手能很快地去 恢复过来 是的 所以林天帮现在 估计到第二局后半战的时候 也在大半啊 为什么我几次回枪明显的重拳 给对手造成了重击 但是对手的反应没有 预期当天没有效果 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抗击打 一个看自己的身体条件 颈部包括这个下颗的肌肉发达度 第二个看的是 更重要的看重是对手 打过来的时候自己有没有准备 对 没有准备跟有所准备的 这个抗击打能力会相差很多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林天帮的一些进攻啊 要打出一些让 就是虽然的明显的 其实要再多出一些让对手 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的一些 命中会更好 要学会隐藏自己的进攻的这个欲望 隐藏自己的意图 对 兵不厌证 是的 但是在随意图的这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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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分开的刹那的安东尼阿尔高法 都弄得很及时 对 特别我担心林强邦的体重 包括这个杀伤力 包括力道 都比对手比起的优势 但是在随着随着进攻的节奏 被对手 招到对手这个抵抗之后 体重又有下降 我担心在下面的比赛上 包括输出 包括防守上 会出现分开的那种落差 如果只靠在后手的话 确实是让对手要做坑坑的准备 而且对手不要看他表情相对瘦 但是他觉得还是不错 说到 这个抗路就是这个抗路里能 可以跳一下缓一下 其实我觉得第二局的这段时候 又把这种低扫动创贯彻的特区 第二局过于把自己的这个进攻方式 放在后手直前 对对手的直接进攻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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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双方的动作输出 相对来说包括对距离的把控 机会的把握 杨东宁要显得更加有这种 体重上的优势 而且这种近身的细腹 他能够找到了一个前头 是的 虽然现在效果还不太明显 但是林天堡体能确实出现了问题 前两局这种节奏还拼得太狠了 他讲的时候即使机会很好 你这一拳打到这种头上的 对 对 这个时候林天堡学会用50%或60%的力量 去输出动作 对 其实我们看到安东宁要的投资 其实已经有很多 是的 但这个时候也快 其实从第二局的时候应该在正常军机的状态下 也再强这种温饰 已经给对手造成了正常 对 不能看见他的漏洞就去打 要看见他的弱点 好 最后的30秒 你相信这个过程对林天堡来说是相当痛苦的 对 对 这个后不要再出这种动作了 这种动作会耗费更大的体力 而且面部率并不高 对 对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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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把牌照描后手 你看这种动作基本上已经强的没有效果了 对 这30秒其实体能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我们看到安东宁要腿下也是发挑的 但是安东宁要他出发力的习惯就是 他并不是每一下都像林强邦一样 要耗费很大的精力 所以要带 大家体能消耗的差不多情况下 安东宁要还是可以有输出的 确实是 看一下 这个林强邦啊 不能觉得赛程啊一路顺风顺水 我觉得这场比赛特别是第三题 我觉得会让林强邦比赛结束之后 会给他一些思考 对 怎么样去运用自己的优势 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技能 都是需要这些年轻选手需要学习的 在你的狂轰乱炸 没有办法让对手提前终结的情况下 你应该怎么去分配 对 本场比赛 经过裁判的裁定 三位裁判一致裁定 29比30 比赛 比赛结果 魏州向前进集团 总经理 魏州斯珀石 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济东先生 为胜者翻奖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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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发现 好 感谢我们两位班车嘉宾 恭喜获胜的选手 恭喜获胜的选手 恭喜获胜 最后 下屁股